這樣放下去 雞腿 雞腿很滑 待會先斬給大家看 我剛才說有啫喱 看看有沒有 我是月豬月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隻 團連白切雞 怎樣硬雞 怎樣斬雞 其實做白切雞 很多人留言說我做不到你的效果 根本做白切雞 有幾個竅門 同一隻雞有些白色 你看到黃油 黃油的意思是肥肥的 其實你買雞千萬不要買白色 其實這些雞大部分 都是吃飼料的 我不怕告訴你 要不就買新鮮雞 我都不敢說 這些幾十元的 黃黃的 黃黃的感覺 白色的雞是不好吃的 沒有雞味的 這個是基本的竅門 你一定要懂得選擇 還有選擇的日子 譬如今天4號 你選擇4號雞 就完美了 我就真的選擇了 很離譜 其實3號是很合理的 即是早一天的 為甚麼會有4號雞 即是剛才放下 就馬上放進袋裡 來超市 選擇到就最好 選擇不到就3號 再不是2號 1號那些就不要選擇 一定不行的 這些雞 放了很久才看 雞是不好吃的 好了 雞選擇了之後 我們做雞之前 我們做白切雞之前 就要預備 預備一些冰 要先冰 如果有就不用 先冰兩排冰 冰 冰硬了 因為一浸好的雞 就要即時浸冰 還有一瓶冰水 這幾樣要預備 又沒有冰又沒有冰水 雞不好吃 冰粒就預備好了 冰水預備好了 馬上做一隻雞 給大家看 這雞多漂亮 大家看真一點 嘩 多大隻 有時真的很難說 黃油 你看看 黃油 黃油是否很肥的 他不是很肥的 說真的給大家聽 先不要理會 現在我們首先用些鹽 粗鹽 倒些下去 拿一下雪味 拿一下雞腥味 大約兩個湯匙 先擦一下 現在這樣 就放一個小時 不要緊 你放雪櫃就可以 就這樣就可以 讓它拿入味 千萬不要用水浸 雞佬就跟我說 千萬不要浸 越浸就越沒有味 浸了些味 記住 這樣拿去一個多小時 雞醃鹽醃了整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完全不同 黃曬 現在要沖乾淨 不過我在沖乾淨之前 我們先把雞腳斬 這個斬雞腳 就不要斬那麼上 剛剛好 一遇到它有縮水位 整隻雞腿就縮了 OK 接著 這些糕不要了 如果你做海南雞飯 就可以要快銀 這些糕就是 一撕就可以 很簡單 不要太肥 這隻雞是好雞 你看看 黃油雞 很香 很多時候整隻雞都沒有你問味 就是白色 我最討厭 這些不要了 看看有沒有肥 這個位置就是雞肥 這個雞肥一定要拿出來 因為拿了這個雞肥出來 浸雞才會熟 很多時候 如果你不拿起內臟 尤其是這個肥 你不拿出來 就會很難熟 我們現在用手拿出來 就用手 你知道就可以了 慢慢用手刮它 或者撕它 也可以 你看到一顆 好像滋潤 就可以了 拿 整個雞肥拿出來了 半個應該是半個雞肥 另外那邊 因為湯雞很差 湯一點不湯一點 這個肥要拿出來 如果不拿出來 蒸或者浸都很難熟 好 我們過來洗雞 瀝一瀝水 瀝一瀝水 一會兒就可以浸雞了 我們要浸白切雞了 要煲滾 這個水 我這次用玻璃鍋來浸 就更方便了 最重要是煲滾 將雞很簡單 放進去 先浪一下 嘩 正 浪一下 什麼都不用加 不用加薑、鹽、酒 這些不需要 先浪一下 先浪一下 這隻雞肥 先浪一下 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浪一下 先浪一下 先浪一下 腥味 浪一下 浪一下 現在這樣 放在浸 多一點水浸 不要緊 這隻雞肥 由於沖乾淨之後 怎樣是沖乾淨 鹽不走 其實這些雞湯 是可以用來煮飯 綠菜 之類的 要沖乾淨 收回最小的火就可以了 最小的火 這個根本屬於沒有火 我們蓋一下蓋 少許 但是要留氣 否則會沖乾淨 這隻雞大約兩斤半 左右 就要七個字 這樣的情況下 七個字 這樣的情況就可以了 二十分鐘後 火也是這麼小就可以了 我現在做一個動作 拿起雞 將它夾著頸 這樣拿起來 讓它裡面的水 推出來 即是讓它的水 裡面的雞箱 現在就再放進去 為什麼呢 讓它重新 因為裡面的水不夠熱 變成屁股的水 現在就再放進去 現在還有大約15分鐘 有它這樣浸 可以 白切雞浸了35分鐘 這個小火 現在35分鐘 我們就開大火 開到最大火 現在的水開始滾了 看到泡水 是不是滾了 看不看到水滾 現在蓋上蓋 剛才一向都沒有蓋上蓋 蓋上蓋 關火 焗十分鐘 你應該自然就聞到雞的香味 沒有味的 你再焗一會 或者再開火 再焗它 因為一定有香味 雞箱是好吃的 十分鐘之後就要拿出來 十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現在關火 現在已經關火 10分鐘還是要5分鐘 我們要預備動作 就是冰了 雞呢 是要這樣 一熱一冷 那感覺才是最好的 好了 十分鐘焗了 關火 如果真的沒有香味 打開蓋子 再煲滾 再蓋蓋子 關火 再焗幾分鐘 因為一定有香味 雞才熟 但不要煲過濃 煲過濃 雞不能吃 把雞拿過來 這是熱水冷水交界 打開了 其實你現在聞到 香氣四蛇 很香很香的雞味 所謂美麗雞就是這樣 很簡單 千萬不要嚴複雜 脹粑粑的 現在就瀝一瀝水 熱水過來冷水交界 瀝一瀝就即時冷熱水交界 這個程序要浸30分鐘 嘩 不是吧 不是 真的 浸完之後還要吹30分鐘 那隻雞翅是好吃的 做得很好吃 就是要有些效果了 你以為浸得不夠時間內 又未夠冷 又不好吃 吹得不夠乾 又濕的不好吃 現在浸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再跟大家說 雞腳放進去浸 很爽的 半個小時之後再跟大家說 雞腳放進去浸半個小時 你看看 肥油自動浮出來了 變成這些白癡雞 一點都不肥 這樣就最好吃 又不肥 因為冷熱水交界 現在半個小時之後 一定要半個小時 就瀝一瀝水 放過來瀝一瀝 小心點 基本上都要吹乾半個小時 如果有風扇的 這個風扇底吹半個小時就包你 否則最小限度都要半個小時 因為如果裡面的肉不吹得乾 濕粒粒 吃出來沒有效果 不好吃 雞翅已經吹半個小時 這是基本的 現在開始斬了 其實我斬雞就不擅長 我這裡的肥膏也不要 我不是專業的 不過我斬幾十年 隨便的 盡量不要了 我先蓋雞翅 一拔就可以了 一拔開它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最棒了 這裡是拿著它 一點點 看著 OK了 這樣就可以了 先蓋一下腿 腿要輕手一點 看著滑手 插一下 插一下 插一下之後 可以拔開一點 這位可以拔開 其實可以拔開 可以自己拔開 這裡就用刀 這樣打開 整隻腿可以拔出來 哇 多棒 這樣整隻腿 起來了 相反這隻也是一樣 插一下 這隻是可以拔開的 所以腿是不會爛的 基本上 整隻腿的肌肉 都是很有趣的 這個和這個肉 是分開的 這樣 這樣一拔就拔開 很棒 OK 兩隻腿起了之後 比與腿間 在這裡做一刀 慢慢斬 先學習一下 不用急 好 現在就斬了這個 背部 先把雞屁肌肉 我們不要了 多少少不要 太肥了 這些都不要 盡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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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一撿 雞頸也不要 盡量不要要雞頸 這些不要 剛才有幾個肺 撿不清 現在再撿清 這兩個就是肺位 剛才兩個就是肺位 OK 在中間開刀 小小力 先壓下去 一開四就行了 這些雞 放到這邊 放到這邊 調回頭 慢慢斬 慢慢斬 不用急 不是大事 不是太大事 這個很肥的 不要 撿了整塊膏 有條腸 有條雞頸 撿了它 撿了它 整塊不要 看到 這個肥膏 撿了它 整塊可以撿出來 這個肥膏不要了 肥膏 肥膏 這塊肥膏 尾部位 屁股的位 撿了它 OK 這些不要了 這個也是 中間 小小力開刀 一開二就行了 很簡單 有些是起骨 不用了 自己家裡吃 不用這麼執著 這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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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這邊 OK 雞腿 雞腿很滑 待會先斬給大家看 我剛才說 有啫喱 看看有沒有 這是啫喱 啫喱 有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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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應該是最清楚的 有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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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這塊也一樣 有時候一刀 你找不到 就幫一下它 是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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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骨 就是這樣 兩隻雞 雞腿 排好它 因為有很多時候在家裡吃 很多時候斬雞 就在這裡開一刀就算了 不過我們家裡有小孩子 不是這樣斬的 我們通常都留下雞翼 你有兩個小朋友 就有兩隻雞翼 都可以 怎樣斬都可以 我們就會這樣斬 通常 一些地方不同 就是告訴大家 這樣放下去 一樣 一樣 一人一隻雞翼 他們 免得爭 免得爭 我們當然不吃 一袖 就是這樣 雞頸 千萬不要了 難道放雞頸 雞腳 雞腳 腳趾斬 慢慢斬就可以了 這些 反轉去斬 切下去 細細力 要不然斬到 飛去 最主要就是 你知道它是 什麼環境 排好 雞腳 一樣道理 斬雞也要5分鐘 所以應該是快鏡 在這裡 細細力 要不然飛去 再吃一隻腳趾 可以了 雞就斬好了 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拿出去 白切雞出來了 嘩 這隻 其實是很簡單 有機會的 就去超市 給點心機 假隻黃有雞 做出來的白切雞 真的有點不同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 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愈 愈 愈煮愈好 好了 蘿蔔煎好底 見到我買了叉燒 和切雞 那我現在就放下去了 豬皮 還有魚蛋 家裡自己做的盆菜 真是很簡單 很簡單